现在家里也没钱了还投什么呀 还有钱吗 比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没有以前多还有点积蓄是吧 还想投是吧 不多了 不多了 也就是稳定家庭的一些开支 也就只能那就赶紧工作去呗 这有啥你怎么想 因为我们开始从走上社会 就一直基本是一个创业的状态 我从来也没有给人家去打个公司里面 那些技术啊 有些高文化的东西我也不懂 我学历也不是很高 我只想现在踏踏实实的跟朋友 在一起踏踏实实做些项目 之前我们做的项目亏本了 但是我现在也整洁了一些经验 以前做的都是虚拟 我感觉到现在呢 我想正老八经的投资一些实体的人来做 但是他也是不认同 老师要我去打工 他感觉到你万一投了再亏了 怎么办 依照被手咬 十年怕谨慎一样 太谨慎了 凭我在社会上打拼了十几二十年 我的社会的经验还是有点 我相信我能找到一些合适的项目 能赚一点 反正说来说去你就出去 还是要跟你那些朋友去合伙投资 对吧 你是不是三次投完之后 他天天在家里唠叨你 天天就没怨我抱怨我 你觉得我能不抱怨吗 首先我们的生活质量也是下降了很多 然后再一个我顶的压力也很大 知道吗 现在家庭的开销一个 然后再有一个以前是什么样的 然后现在是什么样的 那肯定不一样了 以前什么样 以前你像他每天有 这边有事干嘛 对吧 出去 就是说意气风发的出去 这边是创业 是实体 对不对 然后回来也是挺好的 然后天天高高新鲜的 大家一起 然后现在一提到出去 出去干嘛呀 然后出去就跟朋友喝酒呗 问他为什么喝酒 他说 不也是找找项目吗 下次找找人员 下次以后做什么事情呀 都是要整合资源的 都是要人脉的呀 他是这样说 而且最后一次投资 还说的更可气的事是什么 因为那时候前两次投资了 第一次没到 第二次是打包票跟我说 肯定能赚钱 我就想着 我就相信你 反正没多少钱啊 当时投了也就几万块钱 十万块钱就不到 我说当时还行 第二次投了过几天就黄了 说实话 第三次的时候 而是第三次 他跟我说 骗我说 就是一个朋友 他是确实开公司的 开建筑公司 开的特别大 可能几千万的 善意的身价都有 他说以后可能说 做建筑啊 跟着人家去做嘛 肯定要去 人家过生日 做寿 就跟他去表示表示 热闹热闹 然后我就飞到重庆去了 当时我想着 人家挺好的 毕竟说做实业了 我也挺放心的 然后一跑去 在那里 确实先是狂欢了几天 然后呢 过了几天之后 回来他告诉我 他们老总做一个 特别赚钱的 就是有实体 可是那个平台 现在都封住了 根本都没有的 我估计你在家里 可能经常拿这些事 损他吧 损他其实还好 我主要生气是什么 背着我投资 我们是共同财产 我们自己赚的 辛辛苦苦的 也没有说 家里也没给你分钱 我问你啊 他状态好的时候 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 这男人可能 最近已经变得 就是有点蔫了吧 他也有点郁闷吧 说实话 因为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突然间就 就是从一个男神是吧 商业男神 突然变成一个投资的白痴 对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他那些朋友 感觉有点不靠近 不说不说 特郁闷吧 郁闷吗 也非常郁闷 但是我感觉到这里失败了 虽然失败了 但是我还是有信心的 再不管怎么样 你下面做什么打算 要有信心 我下面 我就是现在考察的 实际上 我那个同学 在那边 开了个餐饮连锁 这块我想 投资这块 做餐饮啊 做餐饮连锁这块 也就是早餐这块 他一下子三年时间到四年时间 在城市里面 他那个城市里面就发展了 十几家 差不多二十家了 连锁 有模式 你就是投资 做股东 不是 我想带你 他这个加盟他们 有管理团队吗 管理团队 我们现在也就是讲 他老是没用我吗 本来我有 想就是运作这块 想去筹划这块 他老是讲 你又去喝酒 又去运筹 又跟那些朋友去 又想投资什么 他老是讲 就不理解 认为我前几次投资失败了 我接下来投资 永远就不会成功了 所以讲 一直走劳我 不让我去 放开手脚去做 我现在投资这个项目 肯定跟之前的项目 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的朋友 他投的确实 咱项目的事不说 我信不过他了 主要是 你现在觉得 你老婆变了吗 我觉得他以前 没有一些那种 豪爽的一种精神 刚开始 我们那时候 创业的时候 也就是一两万块钱 就开始创业 慢慢地创业创业 到后面 慢慢地 他现在等于 从一个 有往直前的人 变得有点 为手为脚 是吧 这是生意合作伙伴 你这么评价他 你这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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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评价